除了12强中华队有好表现 台湾棒球还有一群小将正在努力中 2024年U12亚洲少棒锦标赛在日本开打 台湾小将在复赛首战 首局就展现了强大的攻击火力 先发投手黄杰恩在一局上线利落解决对手 一局下打线趁着对方守备失误 加上四支安打四次保兽 狂管八分大局奠定胜机 三局下中华队再度展开攻势 杜凯恩一发两分炮炸裂 全场加上队友三安猛打赏 又靠五次保送持续施压中国队 单局再下六分 四局上郭宏毅接力后持续压制对方打线 反观中国队仅靠韩逊森 在三局上敲出唯一一支安打 中场就以16比0口头中国队 中华队28号关键一战 将对上日本队攸关能否前进冠军战 快帮中华队小将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